第一次行程 好了 出發啦 那裡是冷很多 恐怖令我是可以生存到 然後頭兩天不斷中伏 你問我是不是超級好走呢 我們說這麼快已經來到旅程的一半 我們要check out這間酒店啦 然後這裡是我們的行李 來的時候是涼雙 其實這次我們買了很少東西 我們買了這裡再多一點點的東西 然後就去滑雪 然後就去東京啦 我們有一個朋友住在同一間酒店 其實這間酒店是朋友幫我們預約的 我們都覺得挺好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來這裡 因為他性價比算是挺高 挺大 然後林鄭田我們就給朋友 走吧 出發啦 這間這一條超級長的長街 我們是天天都在這裡走 然後走來走去呢 走了七天都走不完啦 今天將會是很漫長的一天 要坐四個小時車啦 我們來到輕井閘啦 看地下下雪 這裡明顯比東京那裡冷很多 你又穿熱帶汽車嗎 對啊 是不是熱帶汽車 是和人家買的 這次住的酒店是直接在滑雪村的旁邊 之後有一架Shuttle是連著 所以也很方便的 這裡有超級的房間 而且門和門之間的距離也很近 所以我預計房間的尺寸也不會太大 好了房間真的非常小 一眼看完 這個是廁所 原來我們有泡沫 然後 洗手的地方 景色應該是挺漂亮的 因為是外面的雪景 就是這樣 一目瞭然沒什麼特別 但叫做聖在方便 剛才問回阿丁才知道原來這個房子也不便宜 要1000元 但叫做不算是超貴的 因為現在是滑雪旺貴 附近很多不同的方便酒店 都是很貴 超過貨 他們7點就關門了 現在已經5點半了 所以要快點 Let's go 竟然第一個買到東西的人是他 這雙鞋子300元 走完東面 然後那邊就是西點 好大啊 這裡 一下車就見到這個位置了 這個地方是很初心的 所以恐怖令我可以 生存到 走路也要小心一點 整個地上都是冰和雪 現在呢就要排隊 借了些衣服先 昨天我們上網搜尋 發現原來手套 還有眼睛之後 都是沒得借的 所以我們就 剛才去了Family Mark那裡買 那都花了1000多元 所以如果要來輕盡滑雪的話 就可以預先問朋友借定 就可以省錢了 2 2 然後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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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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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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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7 因為昨天我們滑雪時 天氣非常好 今天這裡下雨 輕井寨又下雨 完全沒辦法滑雪 我們很幸運 時間是剛剛好 我們現在第一個地方 大家猜不到我們會去哪 就是要去全世界最大的扭蛋專門店 有3000部不同的扭蛋機 滿足我們10個月望 來到日本沿途見到很多扭蛋機 我也跟阿丁說你要減少你的錢 因為我們的預算要去到這個地方 大家猜猜我們今天會在這個地方花多少錢 我們真瘋狂 你真瘋狂 今晚回到酒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這個外套買了甚麼 其實不是買了很多東西 但最滿意的是送給阿丁的這件遲來的生日外套 因為生日不知道送甚麼給他 我就跟他說不如索性在日本那裏 你看到甚麼喜歡 我就買給你 然後這個是90%多污 然後是Fitting 超美 那家叫做New Yorker Discount完之後 它只是2萬円 非常之划 然後我們現在就Matching Color 多好看 Turn around Yoohoo Pulse Yoohoo 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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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這個商場還有其他東西玩 In case大家會來 還有水族館 天文館 還有展望台 博物館 但我們的目標只是一個 我看到這裡有村椅 我現在急不及待回到香港 就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村椅 之前 哇 完結了我這10年來一直想做的心願 穿了兩個耳洞 然後發現原來村椅骨是不通的 哦 後面就是這個 This is the one Woo 大家看看 是看不盡的 這個地方 有10,000元 有20,000元 這個地方的扭蛋 還有分不同的級別 有些高級的扭蛋地區 然後還有很多卡通 就真的模型仔 這些外面都很難找到的都有 我們今天的目標是找一些很有趣的動物 這裡真的有一些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 譬如說這個用來托著筆的掌 沒有見過 Holly, I think you should get this one 笑死了,正路遠都有 誰會想要 我們找到第一個想要就是有腳的餃子了 So funny! They look like jelly cat Don't you think? They look like jelly cat You want it? Yeah, I want it It's hamburger $20 $20 The jelly cat is like $200 I want a tempura or coffee Tempura Tempura Is it tempura? 這部機我們扭了四次 都扭不到最想要的那一隻 第五次可以嗎? 難道就是扭這部機扭到破產? No! This one No, you're kidding 好,第六次,來吧 我想說這裡每一隻都有齊 唯獨是沒有這一隻 Oh my god 大家看看 Q到貼了線 Dun dun 抽了很多次 How much do we spend 8000 yen So about less than $500 OK Not bad Not bad Quite a good deal 抽完榴彈機之後 就過來旁邊的新宿買東西 因為今天大部份時間 都用了在乘車那裡 我才有不小心買了東西 因為這裡的百貨公司 有護照的人 都會有5% off 再tax free 它的匯率又很低 真的便宜了很多東西 那我到時在4V 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買了些什麼 Man帶我來一條食街 他說這裡有很多 很有趣的餐廳 我們還在這裡嗎 對 有很多廁所在這地方 OK 很多不同的後巷 都會有很多 有趣的餐廳 我們今天都是繼續來 探索一下 看看有沒有發覺到 一些好的餐廳 嘩 這裡全部都是餐廳 All restaurant That's crazy 因為我們很少訂餐廳 然後頭兩天不斷中伏 Dun跟我說 喂 你又說說到日本很棒的 為什麼那些食物這麼伏 我們的朋友才要提我們 用Google search這個功能 如果大家都不喜歡 預約餐廳的話 一定要跟我們這個做法 因為Google search 你可以直接看到 附近有什麼餐廳 分了不同的烤箱 有了評價 而根據我的朋友所說 裡面Google search的評價 是很可信的 全都是附近有什麼餐廳 4.7%我覺得是很高分 然後3.9%我覺得很一般 你按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有多少個評價 11個評價 我覺得不算很可信 我們先找很多人評價 你會看到有60個評價 然後平均分是4.4%我覺得可以 然後你這樣看很好 有了菜單 其實是一個Google版的 Open Rise 但它是比較信用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用這個功能 去找餐廳 所以我們找到餐廳是好吃很多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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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到酒店了 答應完大家分享 今次Outlet買了些什麼 原諒我這個酒店燈光非常不稀 現在直接有到一盞頂幫 nodes 如果我這樣 我是很像鬼 所以我一定要儘量跳下頭這樣 才會自然一點 它不是整間房都有燈的 只有這裏和那裏的一盞燈 我唯有只能坐在那裏拍片 床的位置是極暗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次我在Outlet非常節制 只買了那麼多東西和我身上的衣服 然後就沒有買其他東西了 這次去了興井澤王子購物廣場的Outlet 因為我們要去興井澤滑雪 所以順便在那裏Stay兩晚 就在附近那裏逛街 那你問我是不是超勁好逛呢 我想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因為可能我真的想像到那個地方是超巨型 可以逛超久都逛不完 但我想說其實我逛大概兩至三個小時都逛得完 因為那裏雖然它面積很大 但全部都是一間間brand 獨立屋的形式去展示 變相其實將它們搭起來 就等於香港的一層高樓大廈 但好就好在它們每一間小屋範圍都大 所以每個brand的貨都多 選擇是不是很多呢 我覺得未必是 尤其是一些大家都覺得很正的brand 比如說是BV啊 YSL啊這些 它們是有Outlet 但是它們有很少量的產品是有打折 如果是luxury brand來說 眼見打折打得最厲害就是Coach 首先是免稅 打了八折 然後八折再打半價 所以是便宜超多 但我今次買東西是很折製 很多東西都覺得我未必會用到 或者家裡已經有 我就沒有買 比如說是項巾啊鞋 都真的折得非常便宜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買了些什麼 第一樣就是Coach 我在Coach買了一隻手錶 因為我一直都很想買一隻 是很有身可以適合我的手大的手錶 剛好看到它的手錶原價是3000元左右 折完之後其實是約900元 我看到它的款式簡簡單單 然後也是卡其式的手錶帶 很容易配衣服 所以我就買了一隻 其實它裡面還有白色、黑色 然後錶面有些不同的花紋都有 然後我還買了香水 這次為什麼買兩支呢 因為其中一支 我打算之後那條Give away片可以送給觀眾 就是看到它的Logo是 殿堂級的產品Cosmare推介 聞起來真的非常香 而且很特別 價錢也很親民 所以我就買了一人一支 然後我買了Case Bay 這個很有趣很漂亮的 白色荔枝皮手袋 第一眼看 我覺得它很像Lueva的Puzzle Bag 所以我一看就一見鍾情 它很小 你可以這樣拿著它 然後裡面有條帶 可以斜背 不好意思我聲音有點碎 因為來到有點感冒 你看背後其實也有點長 是過了Hit位少少的 它中間這個位置有少少垂墜的感覺 也很漂亮 但重點是它的價錢 折完之後是500塊港幣 真皮的袋來說是有牌子 我覺得非常之超值 就是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在Lori Farm買的 純粹我覺得那些衣服挺漂亮 而且我沒什麼圈的衣服 所以就買一件 然後就即買即桌 而且買了它們一堆的衣服 這次買得最多東西 竟然是衣服 Samantha Tiara 戒指其實我買了三隻 兩隻就是18K 一隻就是10K 10K那隻當然就是沒那麼久 所以洗手洗澡的時候都要脫 18K就好很多 但是10K那些款式真的比較好看 所以我就忍不住買了一隻 就是大概截完之後1000塊左右 18K一隻其實我是原價買的 因為我一直很想買一些很幼的對戒 很久很久 在香港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剛剛看到這一隻 這個設計很精緻 是深深正方形鑽石 梅花間竹造成的一個玫瑰金的對戒 非常之漂亮 所以原價2000塊我都照買 我覺得accessory不可以貪便宜買 用一兩次就要扔 反而買一些很短的款式 就可以保持著戴很多年 第三隻就是很漂亮的白色 類似山茶花的戒指 其實我很喜歡他們這個brand的戒指 帶位做得很幼 戴上去是有種特別精緻 和特別Elegant的感覺 這兩隻戒指 我摔在一起戴 好像對戒指 看上去也不會很粗 也不會很逐氣的感覺 好日系少女感覺 臨完單的時候 又把持不住 又買多第四件東西 我真的很喜歡套裝 就是買了一條項鏈 它有些seller moon的感覺 近看好像一個微型的領口 上面那些都是真的鑽石 半格截完之後都是1000塊左右 我都覺得算是挺划算 所以就買了 沒錯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你會聽到我的聲音越變越沉 因為來到這裡其實作感冒 戴了口罩戴得太久 那些感冒菌都特別厲害 所以如果大家都比較好 就要小心身體 我也要快點洗澡 然後就要早點休息 因為明天繼續explore東京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